3月18日关九海发文表示,与搭档张潇白因为工作原因不在一起合作,并晒出了与新搭档庄子健的合照,看到这一幕,不少网友表示理解,就像九海说的那样,殷勤缘缺,本是月之轮回,悲欢离合也是人生常态,而且,两人只是因为正常的工作调动不在一起合作,又不是以后看不到了,毕竟作为关九海的家教,如今不再合作, 九年的义务教育,关九海也算是正式毕业了,就是不知道,两人会不会再来一个毕业典礼 关九海张潇白如今已经合作了九年的时间,两人在舞台上也创作出了许多新奇的包袱,特别是半工半读关九海,张潇白的舞台上教学,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欢,虽然分开有些一难评,但是分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。 如今张潇白还没有公布自己的新搭档是谁,关九海的新搭档是庄子健,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,庄子健是侯震老师硕果仅存的徒弟。 第一次关注庄子健还是他跟秦潇贤的一场合作,原因相信大家都能猜得出来,那就是秦潇贤迟到了。 庄子健 庄子健 庄子健是1993年出生于江苏徐州,跟周九良是同一批进入德云传习社进行学习,之前是跟李赫彪一起搭档。 白敲,白看就不敲,不敲,徐州你不敲,不敲,清二还不敲,不敲,不敲,我这打上去个臭崽子还敲呢? 你敢打人?还不改改你这脾气呢?小宝贝不是十年前了这么难的,这手机上都露着了,这都为事是吧? 看到关九海发文宣布,跟庄子健成为正式搭档,不少网友表示,张肖白会不会跟李赫彪成为新的搭档,而且也有不少网友表示,彪哥这是招谁惹谁了,原本已经订好的今年个人专场,不知道还能不能如期举行。 每年年初,德云社的演员都会进行调整,有的演员换了队伍,有的演员换了搭档,每支队伍也会增加新鲜的血液,这都是为了演员们能有更好的发展。 就像新年的赵云一和孙九香,刚刚合作,反向就非常的热烈。 我给你除了算,我给你43535656人2分5啊。 这都是常规操作 需要大家支持和理解 关九海的做法也赢得了大家的肯定 允许你们列学 事情说清楚 也算是给一直支持自己的观众粉丝一个交代 期待关九海九年义务教育毕业以后 能跟庄子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包袱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